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同心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早上 来到你的圣所,向你敬拜的时候 主求你帮助我们,不忘记你创造以及救赎的恩典 你自应做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 我们来一起来欢呼,一起把我们自己献上 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主要做的一切 保守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 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动力 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早晨的 教区华文部主日的圣昌崇拜 诗篇133篇 诗人怎么说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留到胡须,又留到他的衣镜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会众请起立 让我们唱路电诗 快来拥主为王 预备自己来敬拜上帝 快来拥主为王 快来拥主为王 快来拥主 快来拥主 就完整墙 欢迎케이 宋师自主 千秋万岁无疆 来由丹主为我 主与此来无疆 宋师自主 千秋万岁无疆 宋师自主 千秋万岁无疆 你不可测想 大勇待 主与我 无比 神 弊 死亡 举拜遇见 护我的身 为救 我面 沉乳 自己来向祂歌手 奉与我主红恩 临祂为罪替我收拾 为我带来永生 来带主为我 不停共待之后 万里曾祂去表白明 万世尊祂之上 世界万光之中 为父亲见词词 其在皇冠几乎抓现 尊崇我主红恩 为众继续站立 愿主与你们同在 让我们以求洁心注文来祷告 全人的上帝 凡人的心在主面前 无不显明 心里所羡慕的 主都知道 心里所隐藏的也忙不过主 求主接生命感化 洁净我们心里的意念 叫我们尽心爱主 恭敬归荣耀于主的圣明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我主耶稣基督说 首要的杰命就是主我们的上帝 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信尽义尽力 爱主你的上帝 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杰命 恳求主怜悯我们 将这一切圣洁命 刻在我们的心里 求主怜悯 求基督怜悯 求主怜悯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要认罪 以忏悔和信心 坚决遵循主的杰命 又当与人亲善友爱 和睦共主 让我们一起归下 在全人的上帝面前 千功认罪 认罪文 我们一起祷告说 全人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 得罪主 又得罪人 又因自己的疏忽 本性暖落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道具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非 决心悔罪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 又是恩 使我们成为新人 尝试奉主 就将荣耀归于主的圣名 阿们 我们生命当中的赦免 全人的上帝 愿意饶恕一切真心悔罪的人 愿上帝灵系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惠总请起立 得蒙上帝饶恕 我们也应当饶恕 让我们来彼此的问安 惠总继续赞领 我们请日姓弟兄来带领我们 一段上美敬拜的时间 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平安 过到两天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国庆 我们的生日 我们也是我们的生日 也是国家的生日 我们愿在神的面前 为主来感恩 过去怎么带领 将来仍然带领我们前面道路 56年神如何引导我们 虽然我们不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一切都是要感恩 让我们为这首诗歌 愿来祝福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的国家蒙神喜悦 蒙神讨神的喜悦当中 人民更好的 用智慧的来服侍他 来一顿 愿这块土地我曾心祈祷 愿主的真理路往前地篇照 为这个城市我千倍寻找 愿主的生命你到这里 与白心愿前人 劝得能把天赋 每日过降临 全能把天赋 在我们心中 全能拥抱天父 愿以国降临 愿盼望一息的 拥在我们心中 来再一次 为这块土地 为这块土地 我诚心祈祷 愿主地真理 如广传地偏照 为这个城市 为这个城市 我谦卑心照 愿主地生命 你到这里拜祭 愿全能拥抱天父 愿以国降临 愿贫穷已自身 开我们心中 愿全能拥抱天父 愿以国降临 愿盼望一息的 拥在我们心中 这时候我们一起 私情来弹奏的时候 你让我们花点时间 来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上帝如何带你 祝福新加坡走前面的道路 使得主我们感谢 祂没有规定 我们使我们的神 祂祝我们在那边这样 使得主我们 感谢祂在那边的规定 谢谢祂 咱们要抓紧 愿主地正与 祈祷把全地篇藏 与你这个城市 我谦卑心脏 愿主的生命 你到这里 拜训愿情愿 愿全能把天父 愿你挂家里 愿我贫穷以罪杀 愿我离开我们心中 愿全能把天父 给你挂家里 愿旁我欲喜了 又在我们心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能够在祢 祢所给我们的地方 我们这个小小的小红点 来为主祢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祝祢的同在 若我们离开了祢 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 主把我们领导着 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生活 去基督交托 一群众众的时候 我们如何的更加仰望 敬畏于祢 谢谢祢 带我们以下时间 一切荣耀赞美归给祢 奉耶稣的名来祷告 阿们 使得我们的神带领我们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神 因为祂是我们掌管 世界宇宙的主宰者 祂做作为王 掌管世界 掌管我们人生 我们来感谢祂 以作作为王 来祖耶和华 祖耶和华 忘了灭命和恩殿 我偷靠在地市 爬一下当我违转 当我违转 以及昏仏 God 也父 也父无懷 牵绝你 拿白灭 即可 那如理众 起乎 在祂之会 祢做 barbecue 最低我呼就是我的属性 救我们的生命来再次主耶和华 万有怜悯和恩典 我投靠在你身旁一项 当我悔转你修虽然又哭泣 早晨你忘不死了 是的你作众为王 你作众为王 当永永远远 谁用谁奔恨 我坚定要往底 你作众为王 最低我呼就是我的属性 救我们的生命 是的你作众为王 你作众为王 当永永远远 谁用谁奔恨 我坚定要往底 你作众为王 最低我呼就是我的属性 救我们的生命 再次主耶和华 你作众为王 当永永远远 谁哄谁奔恨 我坚定要往底 你作众为王 谁奔恨 谁奔恨 我呼就是我的属性 有走过的生命 我们的感谢我们的生命 是的主啊 你是我们的王 是我们的神 掌管我们 掌管人生 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 主啊 我们世界 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们不知道怎么走 但是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掌管我们 引导我们 是你启示我们 主我们把一下 一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 求主带领而看顾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贵众继继继继站立 今天是三位后 一集后第八个主人 主人 主人 我们用今天的主人 一起祷告说 上帝啊 主管理照顾万事万物 永不慈悉 凡于我们有害的 求主除掉 凡于我们有益的 求主赐给我们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求的 阿们 贵众请坐 现在是如今的时间 我们请于梅姐妹 来替我们读两段的经文 经文曲子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 以及第十节至二十节 当乌西亚越谈 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 轮到犹大的和耶路撒亚得末世 第十节 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这儿摩拉的百姓啊 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会 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会 耶和华说 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 与我合一呢 公绵羊的繁迹和肥处的自由 我已经够了 公牛的血 羊羔的血 公山羊的血 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 谁向你们讨这些 使你们践踏我的愿雨呢 你们不要再献 虚佛的供物 香品是我所真物的 耶稣和安息日 与宣昭的大会 也是我所真物的 做罪孽 右手赢书会 我也不能容忍 你们的月术和节期 我心里恨恶 我都以为麻烦 我当当便不耐访 你们举手祷告 我必遮掩不看 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 我也不听 你们的手都满了 杀人的血 你们要洗浊 智洁 从我眼前除掉 你们的恶行 要持住作恶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 给孤儿生烟 为寡妇变屈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 虽向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圆 必白如羊毛 你们若甘心听从 必吃地上的美物 若不听从 反道悲逆 必被刀剑吞灭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贵众请起立 恭听福音书 福音书曲子 路加福音 第十二章 三十二节 至四十节 愿荣光归于主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 所有的洲际人 为自己预备 用不坏的钱 用不尽的财宝 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尽 从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 在哪里 你们的心 也在哪里 你们腰里 要树上带 灯要点灯 自己好像仆人 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 迎席上回来 他来到 后门 就立刻给他 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 主人必叫他们 作息 自己树上带 敬前 侍候他们 或是二更天来 或是三更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家主若知道贼 什么时候来 就必警醒 不容贼挖 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这是基督的福音 愿让你归于基党 请坐 弟兄姐妹 今天是教区华文部主日 一般上在华文部主日当中 我们华文堂会的牧者 就轮流或调换讲台 来分享信息 今天早上 钟牧师 他到三德烈座堂 去分享 我们今天 我们感谢主 有刘主发牧师 在我们当中 来教导我们神的话语 刘主发牧师 原是圣公会圣保罗堂的会友 在那里蒙召 之后到神学院 接受训练 回来在圣保罗堂做传道 之后案例之后 他被调派到基督救赎堂 来做牧会 之后他又被派到 三德烈座堂 继续服事 这时候让我们 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 来就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谢谢罗主教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赞美主 再次聚取孩子 来到你的诗恩宝座前 求主接着在此 所宣讲的道 并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 使所凡听到的 不但得知当行的事 并得到所需的力量 这一切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名求 感谢赞美主 今天是我们 教区黄部的主了 还没有来 好 黄部主的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要为 我们黄部的施工 我们要一起努力 来奔跑 Amen 虽然我们考黄部 有许许多多的挑战 但是神的恩典 永远够我们用 我们要凭着信心 虽然我们年纪都大了一些 在这边我还是比较年轻的 还有人比我更年轻 感谢赞美主 若有年轻的朋友 在我们当中 这也是神的恩典 当我们在追溯我们黄部主乐的时候 我们就要回到166年前 因为在1856年 在一个圣灵降临街 有一位牧师叫威廉 韩佛莱牧师 他被圣灵安高 讲了一篇非常充满灵安高的正道 就是鼓励当时的英国人 向我们本地讲方言的族群 来宣讲福音 这就开启了我们圣灵得烈 拆会的开始 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 牧师只是简单的说 但是继续的发展 一直到了新马分家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分为两个教区 在1970年4月7日 我们就正式的成立 新加坡教区黄部 在2020年 我们刚庆祝的什么 我们的50周年纪念 纪念我们黄部施工 在新加坡这个小地方所做的一切 而这个成立的 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要住进新加坡教区 黄教会制各样的事工 就是我们要联合起来 来发展来推动 使各个堂会 能够接着神的恩典 我们来建立讲华语的事工 并能够坚强联系 世界合作的团企 就是小的要帮助 大的要帮助小的 不是小的要帮助大的 是大的要帮助小的 大的要慷慨 能够让我们一起 凭着神的恩典 在整个教区当中 黄部来建立各个堂会 这是我们过去所讲的 精彩的历史的记载 是在我们的教区的网站 有更详细的记载 因为时间的缘故 牧师不可以跟你讲述 整个历史发展 在最终讲的是什么呢 现今我们有几个堂会 跑得太快了 我们有22个堂会 在1970年我们就有6个堂会 而现有我们有会 总共有5000名会友 Amen 我们牧师的心愿是说 如果每一年 每一个会友 带一个人信主 我们的数目变成多少 一万 倍增 这是我们牧师的心愿 是不是你们的心愿呢 这样就不是了 不是你们的心愿 你们不需要 黄教会不断的增长吗 感谢赞美主 这就是为黄部族了 我要再一次提醒我们 虽然我们虚小 但是我们是不仗俱全 什么都有 更何况有生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还是我们有严谨 因为在刚过了 郊区平信徒领事交理会 我们就有特定的主题 福音的传人 福音的对象 福音的连接 我们都在能够 以具体的计划 希望我们黄部 继续发扬光大 为主的荣耀 我们一起将自己的生命献上 刚才在我们的赞美式当中 音乐那一首歌 他唱的时候 牧师是上灯受感动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心愿 我们这些蒙福的人 蒙到上帝的拯救 我们哪里可以 不援手不归那些 还在为信主的灵魂 我们要更加的努力 去争取他们 愿神的生命 真的能够临到 这个小小的红点的岛国当中 让更多人能够 接着我们所宣讲的福音 能够来领受上帝的赐福 今天我主要是以 路教福音书第十二章 三十到四十节来分享 在经文当中 主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说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财产 周济人为自己一辈 用不坏的钱囊 和用不金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 从不能住的地方 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就自然而然想到 想到什么吗 你们有想到什么吗 甚至于是 糟糕 上帝要拿我的钱包 叫我周济周 周济人 那我不是要变成虫观蛋 有吗 你们对钱 钱重要吗 不重要啊 重要吗 重要 但是神只是 钱只是在我们生活上 所需要的工具 但是钱绝对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主宰 那就很可怜 我们都知道 生不大来死不带去 当你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 你一分钱 一个格子都带不去 你是两手空空来 你也两手空空去 今天的经文 要教导我们什么 他说 因为你的财宝 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 不要不断努力的 而今天牧师就以这个讲题 财宝在哪里 心也要在那里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 完思想的这个经节过后 我们要发奋图强 并不是说过去 你们很懒惰 因为有比较 不是 我们要继续的发奋图强 为着神的国度 我们要抓住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知道 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财富 能力财干都好 我们要用在对的地方 不然我们就摆走一趟了 因为我们所建立的一切 没有永恒的价值 刚才主耶稣基督教导的时候 的确确当主耶稣基督 在两千多年前 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旧恩 他已经将许许多多国 要赐给我们 问题是 我们有如此的信心 向上帝支取这些国家吗 特别在新加坡这个岛国 我们现在还有宗教自由 我们要更加的努力 因为我们知道末世要来的 很多逼迫也接着来的 最近我们也被疫情整到乱七八糟 以我们教会的生活 也大大的影响到 但是这一切都一定要来 而在这些未来之前 我们还是有时间 加把努力将福音管床 而刚才主耶稣所讲的 祂的的确确任意将国赐给我们 但是我们有信心 不断地向上帝支取这些国吗 让他们能够愿主的生命 大大的领导这个岛国 而在讲到这个 永不朽坏的钱囊 我们要在天上 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和永不尽的财宝 到天上的时候 刚才牧师说 我就只能闪到一个东西 我都想到的东西是什么 你们也很熟悉 就是什么 我们耶稣基督 在马太福音书第28章 所颁给我们的大使命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座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但是这个执行的动力来自哪里 来自主耶稣所颁给我们的两大使命 除非我们是全心全意 全能爱足我们的上帝 即使我们爱人如己 我们才有去动力 去执行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 所以在今天 牧师要鼓励大家 因为时间不多了 主耶稣基督要我回来了 是吗 不认为 认为吗 我们每天都要活着 好像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不要说我们还有明天 因为我们还有明天 我们就会procrastinate 就是我们会推演我们很多的计划 但是我们每天基督徒都要活着 像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因为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几时来 但是他来的时候 No problem I'm ready 因为我已经预备好建主的面了 建主看到我的时候 说什么 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好仆人 进入你的富家来享受了 Amen 有信心吗 有吗 有 不大有 这么小声 从你们的声音的反应 不足都知道你们的信心有多大 我们不是死于内疚 我们就充满着热情 我们就充满着动力的 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到来 我们随时准备 因为我们要交账的 这个账我们交得上 因为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人 而这个大使命呢 就是要吹逼我们 要不断地做什么 来 我们是否是我们周围的人 周围的人是否是我们的灵舍吗 现在新加坡的政府族 好像很难跟人家沟通 像以前的甘邦 门都开开的 去到哪里都可以讲话的 现在你要讲一个人讲话 也是相当辛苦 唯一的地方就是电梯 电梯又很小 你一发一个声音 你觉得很不自在 怪怪的 为什么讲话 没有人讲话 但是基督徒要讲话 我们要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灵舍 而讲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下个星期就是国庆乐 我不知道你跟你的灵舍的关系如何 如果有的话 好的话 不好的话 我们都要加紧努力 在这个佳节 我们可以做一些蛋糕 还是什么 送给你的灵舍 为什么呢 结果我们庆祝国庆乐吗 刚才领思的说 我们国家要庆祝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的 做这样的结果 我们就能够建立关系 其实很多方法 我们可以建立关系 整个新加坡 都是我们的市场 Amen 不论他讲什么话 都是我们的市场 因为这是上帝所爱的人 而在以赛亚书当中 当上帝接着以赛亚先知 责备以色列的时候 他们所献的一切 都不蒙上帝的死业 因为他们做太多恶事了 而所做的东西 是完全不要 而上帝教他们说 他们要停止他们的作恶 他们要什么 学习行善 行求公平 帮助所欺压的 替果而生焉 为果腹便腹 这也是 主耶稣基督 在两千多年 学团成就的十字架 所带来的 圣洁公义 怜悯慈爱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也要继续 往这个方面去做 到我们能够 往这个方面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成为 我们周围人的灵神 因为他们 在他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能够 伸出眼手 帮助人 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 对吗 不对 只有一个人讲对 其他人不认同 帮助人非常麻烦 帮助人很麻烦 非常麻烦 但是基督徒 就要做麻烦的事 因为上帝讲 我们要多走一里路 如果人家 拿你的外衣 连你的内衣 也送给他 对不对 这是耶稣的教导 麻烦的事 我们遇到麻烦的事 我们都会惧怕 而今天 当我们在想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有很多 很多 非常好的平台 让我们去 学习这些操练 圣洁公寓 怜悯之爱 当你看到这两个logo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吗 认识这两个logo吗 应该认识了 不要这样 不要吓死 牧师 这两个logo不认识 这是教区 做得非常棒的事工 一个就是 圣南德烈 教会医院 另外一个是 圣公会社区服务 我们是整个新加坡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做得是最大的 现在我们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在社会上 是非常有贡献 在这边我要讲几个见证 第一个就是 圣南德烈教会医院 以前我和一个牧阵 去到医院办法一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只会讲海南话 只会讲一点点的华语 而我和牧阵都不会讲海南话 但是老先生 他很有信心 要来信耶稣 去到那边 我们就来为他施洗 以本我们过渡上有问题 他是非常确定的 而在整个牧养跟官员当中 他的太太跟女儿 大大的受感动 后来老先生 受洗过后 他安息祖怀 他的太太跟女儿 也一起来领洗 因为他看到 我们在接着基督的爱 彰显在他先生的身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另外一个见证 就是昨天牧师 也跑到伊朗西勒林中心 因为我们有一个圣工会的社区服务 做堂委接任来 做这个伊朗西勒林中心的 烟幕的工作 所以我就去那边 我带一个祷告组 这次第三次 在那边做行军祷告 为那当地的 有一座祖务499 我们在那边做行军祷告 下午呢 我有一个小维修组 就是我们帮那些老人家 如果水龙头坏 还是参联布 罗斯松 绑绑紧紧 插插风赏 但是整个过程当中 在他们的维修当中 我就跟那边的居民沟通 在沟通当中 他们就会慢慢讲出 他们生命的故事 虽然只是我们5月刚刚开始 慢慢起步 但是这些都是平台 让我们能够 接着怜悯慈爱 对那些弱势群体 我们有些帮助 可能我说 你服侍的是老人家 但是老人家有家人的 他们有眼睛看的 耳朵听的 但如果他们看到 他们的父母是如此的被关爱 他们也可能会被感动 就像上次我讲 那个海南人的家人 他的太太跟女儿 看到我们在那 父亲所做的一切的关爱 他们也愿意来领受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这个是我们愿意去场 在最近的平信徒领袖交流会 我们也锁定服务的对象 就是要积极参与 我们的社区服务 感谢赞美主圣山音堂 你们有平安 邻里 族群在那边的服侍 要继续加油 虽然我们服侍的对象年纪很大 但是要忘记 我们所做的一切 并不会徒劳的 上帝会纪念 圣山一坛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的劳心的苦力 那些还未参与的 牧师要鼓励你 抽出时间 时间不多了 我们要好好的争取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时间 这是一个平台 另外一个平台就是 牧师要给你四个号码 不是叫你去买佛利 这个四个号码是什么 5311爱心行动 这是个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这样做 什么叫5311呢 牧师要鼓励你们 不要这么吝啬 每一年至少认识五位非信徒 做得到吗 我们市场很大 五个不多 一年365天 你用365天 除物以五 做得到的 在五个当中 如果三个特别有回应的话 你继续跟进他们 而在三个当中 有一个特别牧养 特别牧我们的信仰的 你要天天为他的名字来祷告 最后的一是谁的工作 是谁的工作 上帝的工作 他得救不得救 是上帝的工作 5311是我们的工作 最后的一是上帝的工作 可以吗 能要展开这个爱心行动 就是热心一散 如果你看那个老人家 他没有东西吃 你可以买东西给他吃 四句话 不是四句话 四句话太长了 一句话四个字 耶稣爱你 可以做得到吗 我是来对地方 还来错地方 你们是为着福音热心的 还是冷的 热心一散 很多机会的 有些人会对我们这种散举 会觉得很奇怪 你这个莫名其妙 现在又很多骗子 把整个市场搞到乱七八糟 我们做好事 人家都怀疑 你到底安什么心 但是神会记念我们的 5312是一位老牧师 在我以前的堂会介绍了 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够让我们 尾身一大使命 但是还是要回去 那个两大杰命 你爱神吗 你爱人吗 你爱神 你爱人 你就能够来展开 然后圣山一堂 5311 牧师就留下给你们吧 我讲了我就走了 但是你们接下来 就有很多工作要做了 因为我们真的要成为 我们周围人的灵神 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帮助他 我们什么都不说 只说四个字 耶稣爱你 因为当人真的很落魄的时候 他会学一想到 曾经有一个人 这样做这样的事情 他讲了四个字 耶稣爱你 就能够引导他回到教会 阿们 好 所以OK了吗 好 OK 继续来 人在路加福音书第十二章 耶稣也要我们交账 他说什么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因此牧师要鼓励大家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就好像当作是最后一天了 因为耶稣随时会回来的 但是我们不是带着惧怕的 我们是带着信心满满的 我们不是充满着内疚 而服侍上帝的 我们是充满着感恩 体乐 充满着能力 来服侍我们的上帝的 好不好 人呢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惧怕 但是我们知道 神已经来到这个世间 神也在两千多年前 成就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救恩 因为神爱是人 我们这么不可爱的人 也被上帝卷选 Amen 回想自己 如果没有被上帝爱 我的生命不懂 再成为哪种生命 但是今了 蒙上帝救恩的人 我们要充满着感恩 因为耶和华作者为王 我们要凡事来仰望信靠他 在具艰难的环境当中 我们更要经历神的同在 因为神爱是人 我们也知道 信与不信 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而在这我周围 能有这么多的人 若我们没有努力地去争取他们 引导他们 进入上帝的国度 他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他们的灵魂 要永远沉沦 但是只要我们 努力多一点点 我们不断地努力多一点点 我们就能够成就 而今今我们基督徒 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要战胜巨怕 很多人想参与世公司 哇不要找我 Please Please 不要找我 他比我更好 他比我更强 不要找我 我还好频频寻找我 这么多人不选 选中我做什么 Hello 你是教会的成员 不选你选谁 你是上帝爱的孩子们 你不用左看右看 你看你自己就好了 我们很会左看右看 但是从来不看自己 要看自己 战胜巨怕 踏出那第一步 是每个基督徒最可怕的 因为我们很多假想 我们很多想象 但是如果你没有踏出第一步 你永远没有那个经历 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心经 一个简单的行动 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经历 对不对 我做survey一下 这边有没有人搭巴士 去跟那个巴士车展 讲 Hello Uncle 给我看你的driving license 有吗 Uncle把你轰下去了 没有对不对 我们简单的信念 相信他已经被装备好了 可以驾驶这个巴士 然后我就会行动 挥挥手巴士来停 我上去 然后他就安全地 把你载到你要去的目的地 你就有这样的经历 对不对 很简单 我们也是要这样 要战胜巨怕 我们就要有一个简单的信念 神呼召我 神要使用我 我就付出我的行动 我就能够经历神的作为 可能走私的经历不大好 但是我们要坚持 因为魔鬼也会兴起工作的 对不对 我们为神工作 魔鬼也要阻挡我们为神工作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神手中的精兵 魔鬼没有身体做了 所以我们要努力 战胜巨怕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克服的 我们要开始操练 一个简单的信念 因为上帝残光 一个简单的行动 我愿意尾身 我们都有经历 不然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纸上堂兵 因为没有经历 没有经历 就不能够注使你有下个行动 有的经历 有的行动 有的经历 有的行动 有的信心 有的经历 行动 就不断地加强 你就成为神非常喜悦的孩子 但是我说过 我们不是凭内疚 我们是凭感恩 我们是凭我们对神的热爱 我要将福音传讲出来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什么 也而是有能力 人爱 致力的灵 这是我们所领受的 的的确确 传福音 我们要遭受许许多多 不同的挑战 但是今天 带着神的坏 安慰我们全部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我们都非常努力地 为着神的国度而奔跑 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 祂说 你们行善不可善致 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 收成 对吗 认为吗 可以吗 可以吗 肯定可以 因为今天是 红不足的 不可以 也要讲可以 是 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宣告 因为很多事 我们做不来的 但是我们靠的 不是自己 我们靠的是 永生全能的上帝 而我们在走的当中 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我们的生命就是 人不放弃我们 尤其过去 我们不是基督徒的 我们周围的人 不断地千方百计 千方百计好像很邪恶 就很不老 我们静所人 邀请我们 来到教会 因着他们对我们的放弃 我们领受了 如此美好的救恩 我们的生命 从此以后不再一样 我们的生命 的的确确是不再一样 我们要以这不再一样的生命 去影响那些 还未认识主的人 也让他们的生命 接着我们的揭露 接着我们的引接 接着我们的引导 使他们能够经历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让神丰盛的恩典 能力 与我们同在 圣三一坛 所有的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长辈们 不可丧志 要努力 因为到了适当的时候 就有收成 阿们 我们先来祷告 主要的天父上帝 感谢赞美主 赐给孩子 有如此美好的早晨 来聆听神你的道 求主继续帮助孩子们 我们要的确有信心 来战胜我们的惧怕 因为神 你与我们同行 同在同工 以致我们在做的一切当中 都有神你的保守看顾 求主继续帮助 所有的孩子们 我们愿意维生于大使命 我们愿意成为我们周围 灵舍的朋友们 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刻 我们能够伸出援手 也求主继续教导孩子们 我们行上不可丧志 因为到适当的时候 我们必有收成 我们也继续为这些 在天国里不断努力 而遭挫习几座多挫折的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献上感谢 也求主继续来 安慰他们 坚定他们的信心 使他们能够完成 神里在他们心中 所动起的善功 以致他们能够来经历 神里奇妙的作为 再次将众孩子们 交托在主你的圣所当中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 奉主耶稣基督 名求 阿们 我们要谢谢 谢谢刘牧师 今天早晨给我们 宝贵的信息 这个时候会众紧张力 我们要以 尼西亚信经来宣认 我们的信仰 我们一起祷告说 我信独一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 定造一切 无形万物的主 我信独一主 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在万事之前 为父所生的 从神出来的神 从光出来的光 从真神出来的真神 受生的不是被造的 与父一体的 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 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 从天降临 由圣灵感应 同真女玛利亚 取造肉身 并成为人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 为我们钉石之架 被害埋葬 造圣经第三日复活 生天坐在父的右边 将来必有大荣耀 再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他的国无穷无尽 我信圣灵为主 并赐生命的根源 从父子出来的 与父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荣 曾借着先知传言 我信唯一圣儿公之教会 众使徒所传者 我承认色罪设立的独一习 我只望死人复活 并来世的生命 阿们 各位众 让我们跪下 一起来向主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要感谢你 看顾我们 保守我们 带领我们今天早晨 再次平安的来到主你的圣所中 一起来敬拜你 赞美你 我们要感谢你 要感谢主你今天早晨 安排刘牧师来到我们中间 传讲主你的话语 求主你帮助人们 让我们听了都能够明白 你话语的征兆 也求主你将你的话语 印记在我们的心中 作为养活我们灵敏的粮 我们感谢主 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了新加坡来祷告 我们感谢主 新加坡将要迎接57岁的生日 我们感恩上帝在过去的岁月中 对本国人民的赤福 与丰富的供应 以求主纪念本国的总统哈利玛 总理李显龙 以及第四代国家领导人团队 能够带领新加坡继续炒作 经济稳定的复苏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方向来前进 感谢主 要纪念到台海的紧张局势 以及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间的 持续的战火 求主来带领 求主来平息 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主纪念 正在英国 南北施进行的全球圣宫中领袖的聚会 赤下属天的智慧给大主教 贾斯汀维尔比带领聚会的顺利能够进行 也求主为保守本教区的张主教 和其他东南亚教神领袖们的旅途平安 这个时候我们要纪念基督堂的墓镇 以及显现堂的代墓镇 斯蒂芬法镇牧师 满有主所赐的属天智慧和能力 带领两间堂会的教母同工 教会领袖们团队 操作属于各堂会的意向来迈进 我们感谢主 我们也求主保守 我们堂会八月十四日的 教会的中英联合领袖召集 能够顺利地召开 我们也就有女恩高聚会的带领者 罗主教中牧师以及莫牧师 去帮助每一位信徒领袖 清楚了解教会各项事工的进展与计划 也求主纪念到本年度第二轮的启发 课程的筹备工作 能够感动弟兄姐妹们踊跃地邀请新的朋友来参加 并纪念工作组的成员之间的密切 配搭与美好的团契 感谢主 这个时候要为了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 不论他们在家中 坐在医院中 或者是在疗养院中 求主你伸出你大能的手来摸着他们 医治他们 减轻他们肉体上的痛苦 让他们能够早日得到康复 这个时候也求主你特别家庭 让他们的信心 让他们能够专心来依靠主 以上的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们请坐 大家可能觉得 这里怎么有点变化 那就是刚才主教跟大家介绍的 因为今天是交换讲台 所以我们的钟牧师 目前正在座堂来讲道 所以今天的这个家事报告 就由我来代劳了 那首先第一个环节 家事报告的第一个环节 就是欢迎新朋友 首先我们欢迎 真的再一次的欢迎 我们的刘牧师 来到我们当中 分享宝贵的信息 好 我们欢迎他 那今天呢 我这里拿到的名单 也有一位的新朋友 当我接受你的时候 请你站起来 我们大家欢迎你好不好 这位帅哥叫阮涛 他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是吴剑带过来的 所以我们很欢迎你来 也等一下到吴剑带之后 请稍作留步 我们想进一步的认识你 跟你有一些的交流 好 请坐 其他的还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吗 有没有 没有 OK 行 那我们就接下来 我们进行 家事报告的第一项 请上面的弟兄 来帮我翻下一张 首先呢 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今天就是在 在崇拜之后的11点 我们呢会有 这个教会的祷告会 这是我们的祷告会 第一次就是说提前到了11点 从以前11点下午1点15分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 特别是你如果还没有出席过的 真的是非常鼓励你 能够留下来 稍作歇息之后呢 就到我们的一楼正堂 来参加这个实体的祷告会 因为也是 就是我们 教会的人数只能代表说 我们教会有多大 但是我们教会的 属灵的复兴的程度 就是看有多少人 愿意来参加祷告会 所以真的鼓励大家 好 那现在我们 接下来看下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的活力星期五 8月份 大家也其实已经都知道 我们现在活力星期五呢 已经恢复到 每个礼拜五都有 所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们 把你们的朋友带过来 一起的来敬拜团契 我们会有早餐的供应 九点半开始之后 我们会有这个节目 很丰富的节目 然后之后呢 会有午餐的这个接待 所以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无论你的家中是有 长者也好 或者是朋友 特别是还没有姓主的 欢迎你鼓励 他们来到我们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团契当中 进一步来认识我们这个信仰 来认识彼此 那8月份 我们接下来 下一个拜五的呢 下一张 下一个拜五 就是由我们的捷径传道 来分享信息 好 这个是活力星期五 那接下来呢 是第三个报告事项呢 就是中英联合的领袖召集 在下个主日 那我们是 首先是十二点半的时候 有午餐的供应 接下来就是会议 是一点半开始 所以是鼓励所有的已经被邀请的组长 副组长也好 还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都鼓励你们能够来参加这个聚会 因为呢 就是我们的牧者 刚才我们的代导师 像有提到 罗主教 这牧师 孟牧师 会给大家介绍我们整个教会 事工目前的一个进展的情况 以及接下来的一些规划 其实所以对于 大家认识我们教会 整个的一个情况 是非常有帮助 而且很重要的 所以真的是鼓励大家出席 好那下一个事项呢 请是我们的华文唐议会的线上执事会 是八点二十分 在线上zoom来进行 也请各位唐议会的执事们 保留这个日期 到时候准时出席 好那我们在接下来 就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这个启发课程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度第二次的 这个启发课程 刚刚之前几星期 周牧师也跟大家介绍 所以我们也是同样的 是鼓励大家 把你们的朋友 身边的还没有姓主的朋友 包括可能有一段时间 姓主但是还有一段时间 没有来的朋友 也欢迎你们带他们回来 我们会在一个比较轻松的 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会一起享用午餐 之后呢就是一个彼此讨论 我们会分享信息 同时也聆听大家对这个信仰 有什么样的疑问 困惑等等 所以是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当中 来探讨这个信仰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鼓励大家去邀请新朋友 来加入我们当中 好那再下一个 那这一个呢 是主日早上的茶点团契呢 据我了解呢 是在疫情以前 其实是一直都有的 那疫情之后就暂停 那现在我们是要决定 我们说要重启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们有意 愿意预备这个主日茶点 来服侍弟兄姐妹们 也要团契啊 一起交流啊 就欢迎你们跟我们的 温传道来报名 所以这个是主日的 早上茶点团契 那中英文都会一起的 一起的来协助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的今天呢 是华文部主日 那我们的一个特别的 一个奉献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收到的 所有的主日奉献呢 会全部的西数的归入 显现堂的华文职堂事工 刚才那个视频 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有看到 李光沁牧师 还有我们的一位传道 朱传道也跟大家 简要地介绍了 我们这个显现堂 华文职堂事工的这个意象 以及呢 我们也同样也邀请 所有住在这个北部 以及东北部的会友们 邀请你们身边的朋友 亲友同事 能够来参加显现堂的崇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显现堂 也其实是我们教区 第六区 就是说跟我们圣三一堂 同事第六区 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交流往来 所以也是我们要鼓励 来支持 来我们的灵堂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兄弟堂会的 这个事工的发展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对 那这一个呢 我们是 后天就是我们的国庆日了 我们教区呢 也安排了这样一个特别的 国庆感恩的聚会 是以英文的进行 在座堂的新圣殿 那讲员呢 是卫理工会的会督 黄昌荣博士 题目是和平的调节者 所以欢迎大家去参加 然后也一起的 为着我们这个国家 一起的来寻求上帝 也寻求主来复兴 我们这个国家 能够为他来做 美好的见证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这个呢 是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我们建堂的基金 也我们大家之所以 能够住在这么舒适的 框敞的明亮的环境当中 敬拜上帝呢 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确实是 有很多的我们的教会领袖 在背后 他们在策划 然后用这个资金 来支持这个事工 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 能够继续地来为这个 除狂的目标来祷告 同时呢 也能够有这个感动呢 也能够奉献 因为这个基金是为着以后说 万一我们教会 如果有其他需要装修的地方呢 就可以从这一笔的捐款当中 继续地拿出来 来支持这个装修的工程 所以鼓励大家 也继续地为这个祷告 然后有感动的也请行动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当然怎么样行动 就是这样 大家能够看到的 我们现在的疫情 因为疫情 但是我们奉献的方式反而增多了 不只是有物体的 这个奉献箱 同样也可以在线上进行转账 或者是在银行等等 好 所以 另外一个就是 你的账户呢 就是要照旧 我们虽然是华语堂合并 但是我们的新的账户呢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提供给大家 所以就照旧 用旧的账户来奉献 好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下一张 对 刚才有提到我们日信指示也提到说 八月份既是国家的生日 那同时也是呢 在上面过这么多弟兄姐妹过生日的这个时机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能够一起来庆祝生日 那我就呢 我们就请在我们当中崇拜 以及线上崇拜的 这个月过生日的弟兄姐妹 请你们起立好吗 我所了解的 有看到有玉花 玉花姐妹 长华 玉珠 所以 真不少 非常感恩 那包括我自己 也是 算是八月份过生日了 不 我是 我是阴历 但是也是八月份 所以好不好 我们就 也请所有其他的弟兄姐妹 一起 站立 为他们举手 我们一起做 为他们做个祷告祝福 好吗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实在感谢你 为着眼前这一些 八月份过生日 弟兄姐妹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知道主 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 在过去的年岁当中 你的恩典都像枝友一样 递在我们这一些 弟兄姐妹的身上 我们也恳求你 继续地赐福 他们身体的健康 灵性 也能够强壮 能够在接下来的岁月当中 无论是年老的 是年轻的 都能够完全地 来为主 来被你得着 心意被你翻转 能够让他们清楚地 认识到主 你是何等地爱我们 你是何等地愿意 来祝福我们 我们也恳求你 继续地引领 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活出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能够被主所使用 不但祝福我们自己家人 也祝福我们身边的灵舍 或者是更多的 其他的还没认识你的子民 我们谢谢你主 求你赐福 也求你恩待 我们如此地祷告 祈求 乃是奉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所求的 阿们 好的 现在请大家请坐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的线上的环节 就到这里了 所以让我们 请线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地来 念这个使徒著文 然后就请我们的弟兄 来播放这个三会诗歌 我们现场就会继续地 由我们的罗主教 来进行 带领大家主持圣餐 好 让我们一起 跟线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地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同在 阿们 让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继续 我们圣餐的 这样的一个崇拜 我们用 这样奉献礼文 我们一起地 来向主宣认说 主啊 尊贵能力 荣耀 显和 威严 都是你的 凡天上 地下的 都是你的 往往都是 从主而来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 献给主 主在这里 你们心里当仰望主 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 这实在是对的 也是我们的本分和喜乐 无论何时何地 借助你的独生圣子 我主耶稣基督 将感谢和赞美归给你 圣父上帝 天上的王 全能永生的神 主耶稣是 宝贝是家乡 宝贝是家乡 一只恩典有了 是我完全的天涯 宝贵是家地大能死我生命 主耶稣 主耶稣我父父亲爱你 宝贝是家地旧恩 是你所定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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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体为我而生 带我出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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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光明过渡 带我出黑暗 进入光明过渡 宝贝是家地大能死我生命 主耶稣我感谢你 主耶稣我父亲爱你 宝贝是家地旧恩 是你所定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贝是家地大能死我生命 主耶稣我父亲爱你 宝贝是家地旧恩 宝贝是家地旧恩 是你所定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贝是家地旧恩 宝贝是家地大能死我生命 宝贝是家地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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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要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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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